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中国的线上交友平台 他们之间的竞争 并且据此来看我们的最后一个主题 这个线上交友平台啊 如大家所知 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这个案例 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趁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啦 中国有哪一些线上交友平台呢 当然这个很多 而且这个改朝换代的也很快 所以大家现在在看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 这个可能会看到新的东西 我们这里没介绍到 不过那不是重点 毕竟案例的重点并不是帮大家增广见闻 那是要帮大家学到东西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有几个常见的 珍爱网 百合网 世纪家园 网友天下 各有不同 那么干啥呢 珍爱网上做的事情是说啊 我们不但有一个平台 而且我们还有聘雇红娘 红娘呢会当作一个她那个实体的人嘛 她会帮你做居中的服务 牵线啊 讲好话啊之类的 百合网会干嘛呢 她有婚姻家庭咨询师 她甚至有实体店面 所以大家如果约了要见面的话 也可能会在实体店面进行 世纪家园的话呢 没有这些东西 她就是一个纯数位平台 爱用就用不用滚蛋 最后一个呢 是网友天下 大体上来说是给年轻人用的 所以她本质上并不是要做婚配 她本质上就是交友而已 那么呢 她竞争当然是蛮激烈的啦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珍爱网 她在2008年4月的时候呢 是22% 是最多人用的 2008年9月的时候呢 换成世纪家园 最多人用 变成24% 2009年8月的时候 又变成网友天下22% 那这个percentage的数字都很小 看得出来就是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差距 显然是蛮接近的 所以竞争确实是蛮激烈的 好 但是这个激烈的竞争状态呢 到了有一天 忽然就被打破了 2010年的时候 上半年 世纪家园忽然冲到40% 其他都是10%以下 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 更是世纪家园 达到了50% 其他的都是10%以下 那为什么世纪家园 会异军突起呢 为什么他忽然地 就变得很多人喜欢用 这背后必定有很多原因嘛 那很多原因 我们不能一个一个介绍 所以我们就介绍 其中一个就好了 有人说呢 是这个样子 2010年 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就是在那一年 中国大陆所谓的80后 就进入30岁啦 80后的意思就是 1980年以后生的 叫80后嘛 1990年后生的 叫90后 所以这个讲法 类似台湾人喜欢说 七年级 六年级 五年级 八年级 之类的那个概念 那中国大陆的80后呢 是1980年生的 那么 这些人就开始有人进入30岁 对吧 80后的人就进入30岁啦 陆陆续续的就进入30岁了 那30这个数字 听起来也挺恐怖的 就是大家的婚配需求 就会忽然大幅增加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会忽然觉得 自己好像不再年轻啦 或者是你的爸妈啊 你的亲友啊 姑姑婶婶 阿姨婆婆之类的 更加底是如此 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人 还不交友 还不结婚 在搞什么鬼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 好吧 不管是被逼的也好 自己想要的也好 反正婚配的需求 是大幅增加了 那么网友天下 因为他不是主打婚配的嘛 所以自然就是 不会抢到这一批饭碗 那真爱网跟百合网呢 他们不错 但是他们的平台延展度低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基本上 是有实体的人在服务的 你可以理解为 他们想要做比较高端的服务 不过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没有办法吃下 这么多大量忽然增加的需求 而与此同时呢 世纪家园却可以 因为世纪家园是一个 纯线上 纯虚拟的平台 所以它基本上 有很高的平台延展性 那么呢 需求忽然增加了以后 别人都吃不下 那没办法 只好大家都去用世纪家园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呢 就是我们世界家园 它能够一军突起 就是说它的平台延展度 是一个其中一个理由 那么平台延展度 或者平台延展性啊 它可以说是在补贴策略 和市场定位之外 你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面向 而且它跟你的竞争者 显然是有关的 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定位的选择 如果你要做一个 低延展性的平台 那通常你瞄准的是 所谓的高端市场 你不需要很多的客户 你只需要一小撮客户 而这一小撮客户 要让你能赚很多钱 这是你的定位 但如果你做高延展性平台呢 当然通常你就要瞄准大众市场啦 就像是世纪家园这个样子 那么在竞争环境中呢 高度的平台延展性 很容易带来竞争优势 这个在平台 网络平台特别 这个在平台特别是这个样子 怎么说呢 如果我有高延展性 那么呢我就比较容易 运气好也好 或者是经过我的努力也好 得到了大量的用户 像世纪家园呢 有一点点算是运气好 因为80后这件事情忽然跑出来 所以他忽然得到了大量用户 达到大量用户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突破临界人数 接着开始发挥正向的网络效应 那接下来我的竞争优势 就比起别人来就大得多啦 所以在平台这个产业里面 我们如果做市场定位的话 那延展性肯定是要考虑的 我们很有可能会考虑 比较高延展性的做法 因为他确实比较容易让我们发挥 网络效应 那我们这门课就是不停地讲网络效应嘛 能让你发挥网络效应的 通常你都应该要好好考虑 好那一旦你能够走到这一步 找出盈利模式固然是后续课题 但通常不会太绝望的 好 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个简单的结论 这个课啊在前面大量的讲了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平台 要考虑的这个模式选择 这个定价治理等等的议题 那当然我们也要考虑高度的竞争是存在的 而且呢平台企业特别的需要反倒这件事情 毕竟我们说过了平台的特色之一 就是这样子的企业比较容易开始 你不需要很大规模的资本 来投资你的库房啊厂房啊之类的 大家马上就可以开始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竞争议题当然是必须要烦恼的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有包含补贴策略 市场定位还有平台延展性 这三个 我们在看平台竞争的时候 应该要去考虑的 你说它是策略也好 你说它是应对方案也好 是我们在考虑竞争环境下的平台经营的时候 必须要去思考的事情 好今天就接到这儿 谢谢大家